如果我們有驚痛和尿頻這個情況 某程度上就要考慮有沒有復科的子宮肌瘤問題 子宮肌瘤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其中包括尿頻可能是因為尿道嚴 或者早期內膜移位也會有這樣的症狀 所以常見肌瘤有40%的婦女 其實在香港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看醫生的時候可能會照一照 看肌瘤的位置、大小 從而估計它的症狀 如果很大的肌瘤有時會壓著膀胱 可能會導致腰骨痛 導致有些驚痛 但如果肌瘤是很小可能會沒有症狀 所以其實都是建議盡快去看醫生 拿回專業意見 患有子宮肌瘤未必一定要做手術 我們通常要看肌瘤的位置、大小 以及生長速度來決定 一般來說 如果是比較小的肌瘤 我們通常可以觀察 用超聲波照著它 看看它有沒有增長 如果它在很短的時間 雙倍或者變大一倍 我們要小心它惡性 第二就是藥物的治療 通常在子宮肌瘤來說 就會比較控制症狀 包括我們看著肌瘤有沒有多 控制痛楚的情況 一般來說 如果縮小肌瘤就不容易 第三就是帶去做手術 做手術有分保留子宮 和不保留子宮 肌瘤偏大 位置比較差 如果有症狀嚴重 可能我們會建議整個子宮割除 當然要保留子宮的情況 有個好處 我們可以保留生育的情況 還有就是把肌瘤切除 下去發炎 再問個別醫生的意見 切除子宮肌瘤 傳統來說我們分兩種方法 有傳統開刀 顧名思義的傷口會比較大些 痛楚也會比較多些 肌瘤來說 我們也有腹腔鏡的肌瘤切除手術 傳統來說 我們會開三至四個小孔 在肚瘤和腹部 將肌瘤細分出來 再先進一點 現在我們有些單孔微創的 腹腔鏡肌瘤切除手術 基本上會在肚瘤開個兩公分的小孔 接著用一些特別的儀器 我們可以放到鏡頭 將肌瘤切除 以及細分出來 達到我們比傳統的微創 少了些孔 理論上就少了些痛楚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好的選擇 那就問個別醫生 預防子宮肌瘤 我們要留意到 我們有一個健康的飲食 以及一個適量的休息 以及避免太大的壓力 所以預防子宮肌瘤 我們在飲食要小心 包括有些刺激素 或者有些黃體酮的食品 我們吃的時候就要注意小心 因為它會增加肌瘤的生長 適量的運動和作息的時間都很重要